18岁女孩嫁入豪门第一天 她就收到镶嵌108颗针钻的项链 还有各种各样的钻石首饰 公共也送给她一辆价值数百万的豪车 祖父还亲自给她戴上一枚祖传宝石戒指 然而就在不久前 女孩美依还在家里当庸人 她被富家公子小帅看上了 两人也快速完成了婚礼 但在洞房之夜时 美依竟然遇见了小帅的正牌女友催花 小帅也坦白了一切 她其实并不想结婚 这一切都是家族安排的 之所以选择美依 完全是因为觉得她很有意思 也就仅此而已 两人之间并没有感情 她劝美依要改正心态 大家各取所需就好了 此刻的美依也明白了 自己仅仅是小帅取回家的花瓶 她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直接一巴掌扇了上去 紧接着气冲冲地跑进了卫生间 将头沙和身上的红绳都剪下来 她虽然也不想嫁点小帅 但在父亲的逼迫下 她也不得不认命 然而小帅真的让她太失望了 她实在被折腾得身心疲惫 就这么躺在浴缸里睡着了 但屋外突然传来的声响将她增醒了 美依悄悄走出去一看 竟然发现翠花睡在床上 而小帅则躺在地上 两人都喝得烂醉如泥 她直接用力踢了几下 但小帅竟然一动不动 美依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她知道小帅从小就患有低血糖 此刻的她也彻底慌了 无论她怎么摇晃呼喊 小帅就是没任何反应 美依急忙拿她的手机打电话求助 在手下的指导下 她拿来一颗唐赛进了小帅嘴里 亲自为她咽了下去 几分钟后 小帅的手下打了过来 作为小帅的贴身管家 她无疑是最熟悉小帅的病情了 接到美依的电话后 她第一时间就叫了救护车 此刻只需要等待救护人员过来 她还淡定地劝美依保持冷静 紧接着将烂醉的翠花扛到另一间卧室 免得让小帅的父母发现异常 当两人赶来时 管家已经在给小帅扎手指侧血糖了 没过多久 救护人员也紧随而来 这个新郎官就这样被拖去了医院 医院的病房里 医生告诉众人 幸亏病人吞下了一颗糖 正是这颗糖救了她一命 小帅的母亲真的太感谢美依了 如果没有美依 她的儿子恐怕已经领饭了 醒过来的小帅也表示了感谢 还郑重地向她道歉 经此一事后 两人之间的关系也稍有缓和 第二天一大早 众人就坐上了返回伊斯坦沃尔的航班 美依第一次来到大都市 这里的风景真的很美 刚进豪门就收到了很多惊喜 这也让美依感动不已 从此开启了她的豪门生活 但她的姐姐美娜就太坦了